歡迎收看有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我們在上一集問了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有一個平行四邊形 那我可以確定中間圖的這個紅色三角形面積是平行四邊形的一半 因為同底然後等高 但是三角形要除以二嘛 面積要除以二 那如果今天我有一個四邊形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平行四邊形 我能夠在它的邊上找到一點P10的 這個紅色三角形面積是這個四邊形面積一半的話 那麼是不是ABCD一定是平行四邊形呢 那這個答案呢 為什麼呢 這個答案呢 不是的 不是的 要怎麼樣才會是呢 我們的說法是說 我可以在它的AB邊上找到一點 產生這個紅色三角形是面積一半 那並不代表這個四邊形它就是平行四邊形 怎麼樣才會是 就是要我在AB上找到的任何一點 每一點 都可以讓它這個四邊形的面積 就剛好是這個紅色三角形 它所產生的三角形的兩倍 每一點都是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會是平行四邊形 可以嗎 OK 那因為我們可以想像 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 其實我還是 就算我不是平行四邊形 我還是可以找到的 找到這一個點 讓它的這個面積 所以剛好就是整個面積的一半 但是呢 如果我每一點都是的話 如果每一點都可以符合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它就相當於是這個跟這個是有平行 所以它的高一直維持固定 可以嗎 那這個是上面那個上一次的問題啦 就是希望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們的這些這個平行四邊形所推論出來的內容 並不一定都是可以反向推導的 也並不一定都是只要有發生它就會是 來看看我們這個之前的作業 在這裡它說 L1平行L2 M平行N M平行M1平行M2 N1平行N2 下列何者正確呢 那這個123合起來會是多少 他問說123合起來是不是180 那如果我要看123 123在這裡嘛對不對 那我們畫在這邊 這一條是N M2 這是N1 那這個是N2 對不對 這個是1 這個是2 這個是3 這樣子 那其實呢 我們想要到它多少 就跟我們前面在推論平行線的這種問題一樣 我假如在中間再做一條平行線 平行N1也平行N2 那這個腳加這個腳180 這個腳加這個腳也是180 所以呢 123合起來是360啊 那所以其實234合起來也是360 那按照這個道理去想345也是360啦 其實456也是360 那所以這題答案對的其實只有B而已 可以嗎 再來看一下 那 上次的作業 上上次的作業 這裡有兩 上上次的作業跟上次的作業有兩題很像喔 大家不要搞混喔 如果我這裡有一個平行四邊形的話 這個是對角線 它切下來的時候呢 切這一塊切出5 那其實這一塊是3 那是不太重要 可是我們還是不要上去 那這個是6 那他問你說這樣這個ABCD的面積是多少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算ABCD的面積呢 其實是因為 你看這個我們再看到 又看到了一次什麼 平行加 平行加角平分就會產生等堯深角形 我這裡有平行對不對 因為平行所以怎麼樣 內錯角相等 那內錯角相等之後呢 因為他是角平分 所以這裡其實是等堯 所以這個其實是5喔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就算我知道這個是5 又如何 我為什麼這樣就可以求出他的面積呢 我要面積的話我要底層高 我高是多少 其實就是因為高可以算 這個556這個三角形是 我們還蠻常看到的那種特別的等堯三角形 556 如果你把這裡剖下來的話 因為它等堯三角形嘛 所以這個中垂線會垂直平分角 那這裡是等堯 這裡是相等的 所以這段變成3 這段也變成3 那這個345 這個是直角 所以這裡是4 可以嗎 所以呢我們可以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那這樣子這一個三角形 556的這個三角形 它的面積其實是6乘4除2 所以是12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是12 那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是12的話呢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是12的話呢 那整個平行四邊形 有沒有 跟它的關係是什麼 要注意到這裡 整個平行四邊形 如果你用等高的概念去想的話呢 我們這個高可以不用求出來 你也可以求出來 但是其實不用 如果你用等高的概念去想的話 這個是5乘上h除2是12 對不對 5h除2是12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h求出來 那又或者我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呢 它其實是8乘h 對不對 那所以它其實是它的 它比它是5比上2分 8比上2分之5 所以它要先除2分之5再乘8 12 可以這樣寫 寫下面這裡 8比上2分之5 就會是多少比12呢 所以12 所以12乘8除2分之5 所以是9 48除5 5分之48 這就是這題的答案 5分之48 那這個是我們算法2好了 那我上面我把h真的算出來的話 這邊的話這個h其實是 5分之20 5分之6 5分之24 可以嗎 除2 除2乘5 我看成除5 好險 我算上面的這個 好那所以h 那所以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其實是多少呢 它其實是5分之的 8代乘有24 4.3.4.192 可以嗎 這是這一題 那如果是上次作業的這一題咧 這裡有一個平行四邊形ABCD 那你看有一點點差別 我們上次是我們剛剛那題是說這個6 這個5然後這角評分 我現在沒有告訴你這個是角評分了 可是我告訴你什麼 這是等腰 這是等腰 那剛才的等腰咧 剛剛等腰的是這兩個 這兩個 然後這個是6 我現在是跟你說這個是等腰 那這個等腰有什麼用呢 要注意 因為AB跟B跟C珠是平行的 所以這個60的話這個就60 那等腰三角形如果有一個角是60 其實它就是正三角形 那所以其實這個面積呢 我們再推論一次 就是 正三角形如果邊長是A的話 那底下是2分子A 那 這裡 30 60 90三角形 應該說 它的底邊還是A啦 但是它 30 60 90三角形的話它的這一半會被破開來變成2分子A 然後這裡是1比更號3比2 所以這是2分子更號3A 可以嗎 所以它的面積是A乘以2分子更號3A再乘2分子1 所以是4分子更號3A平方 可以嗎 OK OK 那我們可以用5的再來算一次 也就是說這裡是正三角形 這個底邊是5 那補一半下來 這是2分子5 那1比更號3比2 這個是2分子更號3 所以它的面積是2分子5 5 5乘以2分子5更號3再乘2分子1 所以應該是4分子25更號3 但是我們不用算 為什麼 那我的高都求出來啦 所以它的面積其實是8乘上2分子5更號3 平行四邊形的 對不對 所以是20更號3 可以嗎 在上次的作業裡面 這題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平面坐標中 有一個三角形 然後我要你找到1點D1點珠 可以使得這4個點ABCD圍成一個平行四邊形 如果今天我找的點是在這邊 也就是說我到時候要圍的平行四邊形是在這邊的話 這樣子 那這一點要怎麼求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有兩個做法 一個做法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 但是它是我們在國中可以比較容易吸收的做法 就是怎麼樣呢 平行四邊形對角線互相評分 所以其實我可以利用B跟C 求出這一個對角線焦點 它會是B跟C的終點 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在平面坐標上面兩個點的終點 就是把這兩點X加起來除2 Y也加起來除2 那為什麼呢 我在這裡再很快的推論一下 因為有同學忘掉 或者是他可能 中途才開始看我們的影片 前面沒看到的話 那這個道理很簡單 B是38 C是92 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自己幫它產生一個 直角三角形 就是產生這個坐標的網格 那這裡是 也就是說這一段是 這裡就是3 2嘛 就是說這個是3 對下來的話 X坐標 這裡是3 然後對過來這裡是9 所以這一段其實就是 好吧好吧 我們就 產生一個X軸 這裡是3 這裡對過來是9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我這裡 有一個終點的話 有一個終點的話 那麼這個終點呢 我們也可以去正全等啦 或者是 如果我們學到後面的這個T型的話 也可以用T型中線去證明 但是這個要推論的方式很多 但是也很好理解 就是說 我們可以知道說你會發現怎麼樣 這一段跟這一段會一樣 所以簡單來說這個點會是他們兩個的中間 那他們兩個的中間 在直線上 兩個點的終點就是他們兩個相加除2 那這個 如果你還需要這一點你還需要證明的話 你就拿去跟0去減 去推倒你就知道了 所以呢 總而言之這個點它的這個 X座標會是9加3除2 所以是6 你有沒有發現9加3除2 6就剛好是9跟3的中間 那它的Y是那個8加2除2 所以是5 所以中間這一點是65 可以嗎 那然後呢 因為對角線會互相評分嘛 所以這一段跟這一段 剛好就是所謂的這個點對稱 對稱過來到這裡 就是這一點 所以我們就從1165 再走一倍過去 所以走這一倍過去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X加5Y加4 X加5Y加4 那所以這裡是119 可以嗎 或者你用解方程式的 這個不知道是X多少 X加1會是2倍的6 Y也不知道多少 Y加1會是2倍的5 那你就可以解出來 它是119 那我說這個方式比較麻煩算 那什麼方式比較好算呢 就是我們剛才最後用的這個技巧 我說它這樣是加5加4嘛 X加5Y加4 這個是X加5Y加4 用這樣子的概念去思考的話呢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你有看我們前面的這個 教學 在這個2元1次方程式 我們教了所謂的斜率的概念 那因為我們知道這兩條線是平行的 平行所以它們斜率一樣 也就是說X增加多少 Y會增加多少的那個比例會是一樣的 然後因為它沒有等長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的X 從這一點到這一點X是加了2 那Y呢是加了7 對不對 那這樣子對過來 這邊對上去也會是X加2Y加7 對不對 你看我這樣是就可以找到註點 那其實我也可以從橫的對過來 我也可以從B這一點對過來 從B這一點對過來 你會發現這個橫向這裡X4加8 Y加1 那其實我這邊也是X加8 Y加1 不要掛起來 那這樣子的做法在國中 這個老師們不見得會教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一點點向量的概念 但是我們沒有真的要交向量 懂嗎 這樣我們就產生了租這一點了 可是呢 題目說請找出可能的租點坐標 那我在公佈作業的時候我說 你如果找到兩個以上就都要把它找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會發現其實不一定要這一點 也可以是怎麼樣 也可能是這個嘛 對不對 那一樣的道理我們可以很快來做 從這裡 你會發現這裡就是這兩個是平行的 對不對 所以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是X-2Y-7 這是X-2Y-7 所以這裡應該是7-5 Dprop 可以嗎 來驗證一下 如果我走的是這樣子也可以 這邊到這邊 這邊到這邊是X加6Y-6 可以嗎 從這個38到92是X加6Y-6 從這邊到這邊也是X加6Y-6 對 OK 那還可以怎麼樣呢 你會發現我還可以在這邊 它其實會剛好圍成一個就是這個 最後會跟中間這個產生一個就是 三角形然後 原本的三個頂點會變成是 終點連線這樣子的概念 這個會剛好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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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歪 OK Dprop 那這一點會是什麼呢 從這個 從這裡 降過來 降過來 從這個到這裡 可是X-8Y-1 X-8Y-1 所以這個其實是 -57 可以嗎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去想 從C點到B點 是X-6Y-6 X-6Y-6 -57 對 所以答案有三個點 可以嗎 你有做對嗎 好 那麼我們上次的之前的作業 還有這個 反射平面鏡的問題 反射平面鏡的問題 要問你這個打XX的地方的度數 X的度數 那這會是幾度呢 其實這一題有一點點難 有一點點難 我說這一題有點難 那 因為如果你要這個 比較複雜的去想去算的話 可能會需要 我們常常會看到這種情形 就是說你會有兩個 兩個東西你其實算不出來 可是你知道他們怎麼樣合起來 這個A跟B合起來是140 可以嗎 A加B等於140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兩個是圈 這兩個是X 那這邊這裡是90度的 這邊這裡是90度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圈 圈加A 再加X加B 是90 加90 是180 所以其實一個圈加一個X 是40度 可以嗎 那所以兩個圈兩個X 是80度 那所以問的這個角X 是100 那這是一個解法 可以嗎 這樣 OK 可以按個暫停看一下 這是一個做法 但是這樣 在這個做法裡面 你要稍微取得這個A跟B 你要自己去設一個A跟B 但是又解不開它 那 就是我們常常講 抱著位置想下去 是不是還可以怎麼做 那這個問題 你可能會在幾個地方看到 除了在我們這邊 讓你看到之外 比較常看到的地方 可能是比如說這個 理化學到光的反射 搞不好會有 那尤其到了國山上 學完深角形的內心 因為附帶一提這個 角平分線 角平分線拉過來其實是內心 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這個 介紹他的另外一個做法 那我們的另外一個做法呢 就是利用把這兩個角平分線延伸出來 如果你學過內心 你就會更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沒有學過的話 那你就是用剛剛的方式 可能會比較容易想到 那我這兩個角延伸出來 這裡其實有一個我們可以命名叫角歪 這樣子可以嗎 那這個角歪呢 其實在這個 我們剛剛把這個地方寫成是Q Q點 可以嗎 那在這個四邊形 A Y B Q中呢 其實這個角Y跟角Q是互補的 因為這裡一個90 這裡一個90 這樣有看出來嗎 我把它畫一個簡單的小圖 在這個 就在這裡好了 這是Q 這是Y 這個是A 這是B 那這個地方90 這個地方90 所以就不難看出來 這兩個是互補 那所以這個40度的時候這個是140 這個 這個 乳土 法二 那所以一樣我們是得到這個圈加X 會是40度啦 那所以這個角P 是180 減掉兩個圈加X 所以一樣是得到100度 這樣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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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完蛋 多講一個啦 算了算了 那我們這堂課就算到這裡啦 下一堂課呢再來繼續為大家介紹 平行詩篇型的其他的知識